画面中这一片白色的建筑群风格统一,整齐电压 远远看上去像一座大学城 但其实它是一座养猪场 这座养猪场位于河南内乡隶属于养猪龙头墓园集团 占地2800亩,总投资50亿 一共有21栋楼,每一栋楼有6层高 年初来210万头猪 近年来,这类豪华的养猪大楼随处可见 比如在湖北鄂州 这栋高达26层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座五星级酒店 但其实它也是一座养猪场 而这座位于广州南沙的17层建筑 看起来像是一座巨型仓库 但其实它还是一座养猪场 不过养猪场越建越豪华的同时 养猪的企业则是越亏越多 在2020年8月 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38元每千克达到了最高峰 此后便是一路下跌 到2024年6月 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仅为每千克18.4元 不到三年前的一半 相应的 养猪企业也陷入巨额亏损 开头拿一片建筑群的主人牧原股份 2023年亏了40个亿 四川的新希望也亏了46亿 而广东的温氏集团亏损则高达65亿 养猪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疯狂投入 却换来越养越亏的局面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猪周期背后那些贪婪 野心和惨痛的教训 猪周期的源头来自于一个叫做二元母猪的品种 中国常见的瘦肉猪形有三种 长白猪 大白猪 和杜洛克 长白猪和大白猪交配蛋下的母猪 产仔树高 分娩容易 就是用来工业化培育肉猪的二元母猪 二元母猪本身从父母交配到出生 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长大成能怀孕的能返母猪 又需要四个月时间 怀孕诞下猪宝宝还需要四个月时间 最后猪宝宝育肥成可以屠宰的商品猪 再需要六个月时间 这18个月是猪短暂的一生 也是人类围绕养猪反复博弈的关键数字 如果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养猪有利可图 大大小小的养猪户就会增加存烂的母猪数量 然后繁育更多的宰猪 四个月后带来更多的育肥猪 进而导致猪价下跌 如果下跌严重 养猪户如果无利可图 那就减少存烂母猪数量 减少了宰猪 最后导致育肥猪的减少 供给小于需求 又带来了猪价的上涨 这就是一轮完整的猪周期 猪周期的奥秘 在于18个月带来的不可预测性 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 你无法预测18个月后 会有多少育肥猪的增加 同样当猪价下跌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未来猪肉价格供给减少多少 所以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猪价上涨 大家纷纷养猪 18个月后发现养多了 猪肉供给过剩 价格大幅下跌 然后养殖户纷纷卖掉存烂母猪 但最后发现猪又养少了 于是猪价再次大幅暴涨 完成一轮循环 价格的大起大落 构成了猪周期的主要特征 从2007年至今 中国一共经历了五轮完整的猪周期 之前的四轮时间长度都惊人的相似 一般是在47到49个月之间 误差从来不会超过两个月 尤其是2018年5月份 到2022年4月份的第四轮 中间发生了一次横扫大江南北的非洲猪瘟 让生猪的供给雪上加霜 农产品有个特点 就是需求的弹性小 只要价格不是涨到离谱 该吃还得吃 尤其是农产品里的基础款 比如大米 白面 葱姜蒜 黄豆等等 以前新闻社上经常出现的 算你狠 姜你君 逗你玩 就是农产品这种特性导致的 猪肉也属于这一类 而且有一个很规律的比例 就是生猪的供给每下跌1% 猪肉价格就上涨7-8%左右 价格杠杆率大概是7-8倍 前三轮周期的数字验证了这一点 而在非洲猪瘟横行的第四轮周期里 生猪供给减少了40%之多 相应的 最终猪肉价格上涨了300% 杠杆率是7.5倍 再次验证了这条规律 300%的涨幅让大批养猪上市公司成为牛股 经过这一轮洗礼 陆家嘴精通猪周期的分析师 比上海存烂的猪还多 全国熟知猪周期的股民 比全国生猪养殖户还多 48个月左右的猪周期 7-8倍的价格杠杆率 这一规律看起来一点都不复杂 于是肯定有大聪明就会想了 如果我在猪价暴跌 别人都在杀母猪的时候 使劲多养猪 或者挺猪不杀母猪 熬到18个月后 猪养大了 岂不是正好赶上猪价暴涨 一把实现财富自由 这个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 只不过用范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猪也是这么小的 于是一批自认为 看破产业规律的养猪企业 带着贪婪和野心 开启了一场疯狂的养猪大跃进 我们拉开18家养猪上市公司的 资本开支表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2017年和2018年 也就是非洲猪瘟之前 总资本开支大概280亿元 但到了2019年 就飙升到了483亿 2020年更是冲到了1437亿 接近2018年的6倍 也正是这段时间 各地高档次的养猪大楼 纷纷开始上马 而这种现代化规模养制 耗资十分巨大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 王健林的说法 我改个猪场几亿 我们改个五星酒店才多钱 怎么去搞钱 养猪企业一边在资本市场 搞定增和发债 一边在向银行疯狂借贷 结果就是负债率的飙升 从2018年到今年一季度 各大株企的财报 看得让人惊心动魄 温室股份 负债率从34%飙升到63% 新希望从43%飙升到74% 天邦飙升到80% 澳农则是直接干到了107% 连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100多亿的牧原 负债率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资本开支带来了生猪出篮量的暴涨 牧原2018年的出篮量为1100万头 2023年则是一把干到了6400万头 新希望2018年出篮250万头 如今出篮量则直接成了个7 达到1768万头 由于各大猪企扩产扩得实在太猛 猪肉价格在22年下半年 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后 迅速拐头向下 让这轮猪周期跟A股一样 出现了牛短雄长的局面 即使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回升了一些 但养猪企业仍然是养一头亏一头 我们回到这张猪周期的图 按道理来说 当养猪普遍亏损的时候 散养户和猪企都会减少存栏母猪数量 但这次不一样的是 各大猪企选择了硬扛 猪价再怎么下跌 我也不卖母猪 看谁熬得过谁 根据统计 这轮下行周期 全行业产能累计去化 仅有15.8% 远低于前两轮周期 而这15.8%大部分是散养户 养猪企业的产能去化占比很小 甚至很多破产清算的公司 现存的产能也远大于5年前 熬到2023年底 各大猪企洗涤史无前例的亏损 18家上市猪企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一共亏了340个亿 基本是养的越多亏的越多 猪肉价格涨上天的2020年 猪旗数钱数到手软 4年过去了 他们又亏钱亏到腿软 之所以会上天如地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大家对猪周期太熟了 你预判了猪周期 但我预判了你对猪周期的预判 而你又预判了我对你预判猪周期的预判 就这么反复套娃 最后谁也不肯去产能 死扛到集体亏损 甚至破产清算 所谓浮营加仓一把亏光 养猪的企业被猪打了窝 照目前的产能出清速度来看 他们想把这几年投资赚回来 还得再多熬几年 最后可能有观众会问 养猪企业这次不自卖太大扯到了蛋 能说明规模化养猪这条路 是错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过去 中国养猪散户占比很高 2018年 全国前十大养猪企业的份额加起来 也只有7.88% 行业的集中度很低 尤其跟美国这种把农业当工业来搞的国家相比 中国的规模化养猪的确还有很大的空间 正是抱着这些预期 养猪企业才敢把产能扩得如此惊天动地 想用资本的力量把散户都挤出市场 结果是普通的散养户 的确正在大量的黯然离去 但腾出来的空间 却不够各家猪旗瓜分 毕竟每家都投了几十上百亿 不肯先认输 最后形成了当前的局面 看到这里 相信有很多观众会感到眼熟 这些年 下到养猪 中到光伏 上到新能源汽车 情况都是惊人的相似 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某一个行业具备广阔前景的时候 行业就会出现一片大干快上的局面 最后把行业卷到极致 这是因为在存量经济的背景下 我们现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没办法像20年前那样 跟着两位数GDP一起飞奔了 而一旦有一个行业看起来还不错 增速高 空间大 国家还支持 所有人就会像捡到宝贝一样 资本市场 地方政府 上下游产业链 以及企业家本身 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 试图用规模来抢占先机 冲垮对手 但如果所有企业都这么想 就往我会把一个本来还不错的行业 卷到大家都赚不到钱 普通人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挺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享受几十块钱一份猪脚饭和越来越便宜的电动车 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劳动者又会在很多行业里感受到内卷带来的疲惫和劳累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更长的周期来消化 这个周期跟整个国民对增长的预期有关 一辆时速120公里的汽车 减速减到零也需要六七十米的距离 更何况一个及时了几十年的国家 等到大部分人都习惯了缓慢的增长 就像发达国家现在的状态一样 普遍性的内卷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缓解 当然 只是有可能 这一天具体什么时候到来 或者会不会到来 谁也不知道 至于当下 如果劳动者的内卷之苦 我们没法避免 那么就只能多享受一些 作为消费者的好处吧 比如作者我自己 这期稿子写完 就准备薅一薅猪气的羊毛 买他个一百块钱的排骨 回家炖一炖 请朋友吃上一吃 就像这位大爷说的这样 那一百块钱 那买排骨吃他不香哦 哈哈 他不香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谢谢你能看到这里 你的点赞 关注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